好上一期我们实现了去实现了这个失去物品的积累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积累里面创建了一个简单的子类叫就是这个键 然后我们在这个把这些模型啊什么都放上去之后 检测了一下去测试了一下 它可以经过它的时候会产生overlamp 然后并且把这个物品的名字给打印出来 好好那我们就成功了实现了第一步了 然后我们现在之后就是要真正的把这个物品 把这把键放到了玩家的手上 放到角色的手上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回到这个player这个蓝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这下面 当这个event set pickup info出发的时候 我们刚才是选择去pring它的名字 现在我们把这些pring给去掉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把这个东西attach到player的手上 像你后面应该这里应该加一些逻辑去查这个pickup 就是这个逝取的物品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能不能它是不是一个装备啊什么的 但这里为了简单起见 我就暴力的默认它就是一个一把剑 然后直接会把它放在那个角色的手上 这样来做做一个演示啊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要做进行一系列的逻辑 我们可以选择创建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叫做啊 就是创建一个装备武器的函数吧 装备物品的函数 然后把这个装备物品的函数给啊 打开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啊我们要定义这个物品函数 就是这个input和output 其实这个input的话我们可以就是 首先input就是这个是一个actor 呃或者叫 因为我们叫做 equitable socket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哪种actor 所以直接叫actor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不仅用于 装备武器它可以装备什么盔甲什么东西都可以 然后下面的除了这input之外 actor之外你应该还有另一个东西 名字叫什么叫做 呃就是把它的socket的名字传进来 socket的名字这个socket 我等一下会解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呃 应该是name不是叫tax 就是这个类然后它的output呢output其实可以没有output 我们先保存一下compile 它会传两个东西进来 然后传这两个东西进来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就是啊 让我们可以把这个传进来这个actor 啊attach到我们这个模型上 其实就是把键放在手上 我们这里 具体的演示就是把键放在手上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这里就hardcall了我们默认它拿到那个是一个pickup paste 是一个键 或者说是一个装备 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 disablephysics setdisablephysics就是我们创建那个 啊 blueprint interface的函数 就是还记得就是说我们 当捡起这个拾取这个物品的时候我们要让它的物理全都消失这样拿在手上的时候它又不会重新掉在地上 所以我们在第一步是call这个 啊blueprint它的那个 接口的一个接口环数 扣完之后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actor 绑到我们这个 mash上面 这 虚幻4里面有一个 函数叫做attach actor to component 他这里attach to component就是 把一个东西 attach到一个component上 我们要把那个 这个actor 是我们的target attach到这个 component 就是mash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角色这个 模型啊 就是这个模型 mash其实我们用的就是 这一个 然后这样的话 除了这个location rule 啊和rotation rule就是 这个act 传进来的actor 我们可以把这个想象这把键 跟我们这个角色模型的 啊 相对位置啊 还有那个 相对的那个 旋转情况 我们要调一下 都是全都调 啊前两个调成snap to target 这个location rule 调成snap to target 下面这个rotation rule 调成snap to target 这个scale scale rule就是相对大小 调成keep relative 啊你最好这样调 不然的话会有出问题 然后这个socket name 这里有个socket name 是什么意思呢 我先不管他 先把直接把这个socket name 连到这里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compile 我们再回到这个character的这个 这个 啊 event graph这里 把这个函数拉进来 然后他执行的时候把这个传进来 然后把这个pickup传到这个actor这里 我们要传一个socket name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其实啊socket name就是一个 啊 大概就是一个 其实其实就是一个标记 标记名字 我们其实可以打开这个 角色蓝图啊 啊 然后看他的mash 他mash用的是这个skeleton mesh 我们点这个放大镜 可以找到这个skeleton skeleton mesh 就是这个 我们再双击点开 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 我们之前的 这个界面这个skeleton mesh 是长这样的 然后我们点击他的右边的这个skeleton tree这个 啊骨骼树 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这个骨骼就是一个树状结构 啊你只要选中这个是 然后这里是一个 脊椎然后他会一层层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这里是 钱币 然后下面他会一直到这个 啊右手这里 右手这个骨骼 然后我们这个要 把这个键 绑定在一个像 绑定在某一个骨 骨骼下面 像是我们应该绑定在哪里了 其实我们可以 一般 键的话就要是在手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有一个 Om叫做 有一个叫做hand 就是右手 我们其实要把这一 键绑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单击右键这个hand right hand art 然后单击右键之后我们有 可以看到一个 ssocket 这个东西 点一下ssocket 然后他就创建了一个socket 比如socket我们可以命名叫做啊 my socket my 呃 right my hand right my hand r socket 可以这样 你可以上面其实这里已经有一个他素材自己带的一个 啊socket的名字了 啊 我们可以 暂时把这个preview给 disable 掉 啊 其实也可以put 但总的就是 这个 这把键是他素材带的 我们其实 呃 假如你的 这个传进来这个 导进来的素材没有 啊 预先设置好这个socket的话你就要这样 重新设置一个socket 像这个键的话就是在手手底下 设置一个socket 然后 你点击你这个刚刚创建的一个socket 点单击右键 然后这里有 ad preview asset 也就是说把一个预览的 啊素材给导进来我们就是预览什么呢 既然是 左手嘛要拿武器的我们就把一个预览的 键给导进来 你看这里就 加进来了 这上面这一把就是我们加进来的预览键 就可以意思说如果我直接把一个键 套到这个我们刚创建这个socket上的话这个键就是在这个位置的 那就是不对的他应该是跟下面的一把 自带的这个 啊 预设的这个位置一样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调整这个socket的位置 怎么调整呢 就你可以直接 选中你刚才这个socket 然后你可以直接 这样啊 在场在这里去 拖动 旋转 它位置 那是这样啊 啊我我现在就是把像把它 调了个那个重合像这里的话你可以 点击取消这个网状 啊 或者把这个 单位的snap 啊 size 调小一点他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 调的更精确一点 但是啊我大概就调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啊这个东西可能叫你慢慢调 你可以 用这个 调整这个camera speed让你的 相机动的慢一点 这样你就可以 调的细一点 看这里 我们再 再回到这个 my hand right socket这里 再去调整一下的位置 看到对不对 我们点击 一键可以去 旋转它 把它旋转到 差不多大概的位置 然后再 再点击w 键可以 调整它的 location 慢慢调整 慢慢调整 这个就是啊你慢慢调调到他大 啊我看现在这两个 大概位置都差不多了 啊就这样吧 啊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然后等于说我们刚创建那个socket 然后假设我们把一把剑或者武器 啊套上去的话 它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们创建的socket的名字给复制下来 回到我们角色蓝图上面 然后这里有个name 我们可以把这个 socket的名字传进去 就是myhand write rsocket 然后在这里就会把这个socket的名字传进这个attach actor to component 然后保存 compile 再保存 这时候我们在开始的话 试一下会怎么样 刚才一样他掉来了 这是因为我们启动了这个 physics simulation 然后你看 拿过去的时候他就 attach到我们手上了 他其实attach的 位置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socket的位置 现在是要重攻击 变招 拼攻击 然后翻滚 对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已经成功实现了把这个武器attach到那个 角色手上 然后 其实那个 蓝图里面你可能做更多的逻辑要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是不是武器 你需不需要把它attach在手上 但是你 但是我在这里主要是介绍了如何把你一个武器attach 就是装备到这个 mash 就装备到玩家的手 装备到角色的这个身体上面 你可以单独就写一个这样的attach equipped to socket的函数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不仅用来equipped 不仅用来装备武器也可以用来装备头盔啊或者其他东西只要你把那个socket 这个东西 设置好 而这个socket呢 就在这个角色的 skeleton mesh的 skeleton tree底下你去设置这个 socket 设置了之后 你 然后单击这个右键这个socket 然后加入你想preview的 预览的素材 然后你再慢慢调这个socket的位置把这个素材调到他应该 就是 合适的位置 这就是他整个去增加加入这个 物品就是 怎么去装备这个物品的整个小流程吧 你可能会创建很多个socket 对应身体某些不同的位置 这样你就可以有很多个装备装到身体不同的位置 好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好已经10分钟了 好就这样